Hello,各位亲,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最近我发现日本有媒体说 拿中国楼市现在的状况跟日本楼市泡沫时期的情况做一个对比 有点唱空中国楼市的意思呀 我觉得怎么说呢 以我多年的房产投资经验来说呢 我觉得虽然什么高房价呀高负债呀 中日两国现在可能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本质性的不同 比如说吧就拿土地性质来说 特别简单 日本呢是属于私有的 不管是房子还是地 都是属于个人间就可以决定来买卖的 这些东西国家是管不了的 而且日本当初全民炒房的时候 你知道有多疯狂 好多人不但买房子买地 还去买做山林 或者买个果园 或者有人说啊有一个什么什么车 将来会通到什么什么地 可能那个地还都是慌着呢 就会有人去炒地皮等着生殖 都已经到这种疯狂的时刻了 那这种情况在国内的话肯定是没有的 因为在中国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的 你也没听说过谁没事跑去买两座大山的吧 有病呀 有钱也不会买大山呀 而且也不会让你去随便买卖这片土地的 对不对 土地是什么呀 土地是一个国家的国之根本呀 只要国之根本稳定的话 那其实它的稳定系数还是相当高的 对不对 再一个呢 在日本买房子不光是日本人可以买 其实外国人也可以买 也就是说呢 在当初日本楼市城上升时期的时候 是有大量的外资进入日本 从而也是进一步的炒高了日本的楼市 其实如果做投资的人大概都知道 其实有很多外国的资金 它就是要炒高你的楼市 最后在高顶的时候 变现卖掉 然后它好赚的盆码拨门 再把自己的钱撤回来 日本也同样遭受过这种情况 所以在房子泡沫即将要破灭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外资是变现就撤离了 这也是进一步掏空了日本的楼市 所以日本楼市的泡沫才会那么快就破掉了 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 中国曾经是不限制外国人买卖的 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考虑到一些实际的因素 所以现在呀 外国人想在中国随便买房子 是不太可能的 必须要符合很多条件的情况下 真的是有买房需求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让外国人买房 正常情况下 普通的外国人是买不了中国的房子的 这个本身就给外国人炒房 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这一点来说 中国和日本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再一个呢就是贷款政策 因为之前日本买房子的一般是首付两到三成嘛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零首付贷款买房子的 其实呢这一点也给很多银行带来了一些风险 以至于最后日本房产泡沫破灭的时候 有很多银行都跟着遭殃就破产了 这一点呢在中国也不太容易 因为你想 中国首付一般是三成左右 但是呢随着一些政策的发布呢 可能有的会提高到五成 本身提高首付比例来说 就是对银行有一定的保护的措施 银行的风险降低了 整个的金融环境相对还是稳定的 而且我们的银行也是受到监管的 不但有监督还是有管理的对吧 所以在放贷这一部分来说呢 有的时候对贷款额度啊 或者说贷款的各个政策呀 也是有一些限定的 所以这样的话银行放贷风险低 那炒房的人想加高杠杆 增贷银行的风险去炒房的这种情况呢 也相对的有一定的限定 这个其实也是相对稳定的那一部分 还有呢 其实这个外汇制度 中日两国也是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有外汇管制的对吧 就是说每个人每年大概 现在是有5万美金或等值的外汇 可以兑换的 超过这个额度 其实你是换不了外汇的 同样这个对外国人 也是有一定的限定的 当初日本就没有 因为日本外汇其实它是很灵活的 流通性也很强 那很多当初外国人拿外资 炒高了日本房价 最后变现以后 又把外资撤出了日本 日本一点限定的条件都没有 那人家该来来 人家该走走 那倒霉的还不是日本了 是吗 但是同样的 在中国这种情况就不太容易出现 就算有外资想要将外币撤离的话 如果它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的话 其实这一步也是很难操作的 这个也是无形中给中国的经济增加了多一层的保障 其实最大的区别呀 中日两国的国家性质就不一样 日本呢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 它当初对房市的调控呢也是用了一些调控手段的 但是基本上呢都是属于经济手段 比如说会增加贷款利率的这个比例 之前最高的时候可能都达到9%以上了 其实这个融资成本已经很高了 但即使这么高的贷款利率 仍然挡不住日本人民炒房的热情呀 虽然类似的这种经济调控的手段有很多 但其实效果都不佳 最后日本政府它是主动的刺破了这个泡沫 因为它觉得哎呀管不了了 管不了就不管了 所以呀那个时候造成了很多日本人的失业 很多人破产 经济一下就停滞了 一下就呆滞了二三十年呀 这个绝对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而且日本的这些教训 其实有它这个前车之鉴在的话 我们应该早就有一些预警的机制 在关注这方面了 对不对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呀 我们除了有经济调节的手段 我们还会有一些行政的手段呀 我们还有宏观调控呢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调高了贷款利率呀 提高了什么首付比率呀 其实还画了很多条红线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线涨令 线跌令 然后包括有一些新购入的房产 要持有满三年五年以后才能上市 如果不满的话 其实你是不能进行交易的 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积极的来稳定中国的楼市的 这样就有效避免中国的房价 有那种大涨或者大跌的情况 就是稳定 如果在稳定中能渐渐的恢复到 正常的房价水平的话 这个其实都是大家愿意看到的情况 是不是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还在于就是说国家都是人民的 不可能看着说这个房市管不了就不管了 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而且我们还有什么国企呀 还有什么四大国有银行呀等等这些 都是可以给楼市做一些保护和托底的 也会用很多的方法来保证楼市的平稳的一个发展 不会像日本楼市一下砰一下就破裂了 我觉得这种几率也是很小的 因为是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努力的结果的 是不是 而且呀中国说房住不炒房住不炒 这个政策已经说了有一段时间了 其实早就给大家提过醒了 有一些聪明的人呢 可能就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所以呀像房产投资都属于大手笔的投资 大家也是要谨慎做决定 客观的分析 也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自己的判断才是 您说是不是 那我今天就想分享这么多 就这样啊 有什么的话可以留言哦 记得关注转发和点赞啊 拜拜 拜拜 拜拜